前面102到204做一個總複習 裡面的話大概會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先把那個題目先看熟 因為將來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會把這個題目給各位 比如說總共講兩題的話 那我也是一樣 會把它放在一個檔案裡面 那你們就把它打開 至少會有一個題目檔 第一個 比如說可能我今天考102 那你就把102打開來 打開來裡面的話 你就按照這裡面所提到的 不過最後存檔 它是要我們存這個PSA01 這個名稱的話 將來你不要存這個 你存那個 乾脆存它的 比如說102的話就存102 就檔名的部分不要一樣 其他都都按照那個題目來做 裡面的話首先 它第一個要我們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檔案大小的話是300乘200 所以第一個當然你要去開一個新的檔案 所以按照它的題目要求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檔案的部分的話 它要300乘200 所以你這邊的話名稱可以乘102 然後它的這個第一個請特別注意 它的那個單位記得一定要把它改成就是Pixel 它預設是公分 所以你把它改成300乘250 反正題目裡面怎麼講 你就怎麼做 因為這邊都有相關提示 然後還有8位元跟白色 所以你這邊的話 你看一下是不是8位元4 是不是白色4 OK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會產生一個 我們要的一個空白的一個圖檔 那你可以按Ctrl加可以放大 另外的話再來就是按照題目裡面要求 就是它要跟那個TIF這個是一模一樣的 那TIF裡面的這個檔案 將來的話會放在那個雲端上方各位下載 那裡面的話呢 比如說102的話 你有這三個檔 你可以把它拖拉到上面工具列把它放開 放開之後的話 這三個檔都出來 其中的話會有一個檔案叫 副檔名是TIF 就這一個 那也就是做出來的話 要跟這個一模一樣 我應該還記得這張圖怎麼做吧 總共的話 拆成四個部分來做 第一個 它的背景 要做成漸層的 應該知道漸層在哪裡吧 這邊有個漸層工具 那你點擊之後的話 題目有跟你講說 那個紅色的顏色是 它有三個數字RGB 你就把那個RGB 給填寫上去 所以這邊的話 點擊漸層工具 那這邊有一個RGB 那你就分別填上什麼呢 題目檔裡面 它這邊有一個數字 就是237 2760 有沒有 那你就做什麼 向下填滿一下 它這個漸層就做出來 應該還有印象吧 OK 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吉祥物 怎麼樣把它放過來 那它會給你一個檔案 應該是這一個 接下來就去背 去背應該還有印象吧 我大概用了幾個功能 就是第一個 我們用什麼快速選取工具 有沒有 再利用什麼 套索工具 那套索工具裡面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在選的時候 要用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叫新增 預設是新增 可是記得改成加 或者減 這個很重要 因為可以利用這個方式的話 可以做選取你要選的主題 那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我們用什麼快速選取工具好了 選完用Ctrl加把它放大 選的時候你會發現呢 它選一次 兩次 大概兩次就幫你選完 不過你記得要選取工具 把它反轉 那有些地方沒選到怎麼辦 請你再用這個套索工具的 記得哦 本來新增 請你不要用新增 因為你新增 按下去 它會怎麼樣 它會幫你移動 或者是說呢 會破壞 另外你有些地方沒選到 那有些地方沒選到的話 記得哦 請你用新增模式 像這一塊沒選到 從裡面選進去 繞出來 這一塊就加進來了 如果 比如說你不小心選太多了 太粗粗怎麼辦 剪掉 記得剪掉的話 就是從這邊剪 有沒有 這個有個剪去 看圖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剪去 那怎麼剪去呢 我建議你再放大一點點 然後呢 把這一塊有沒有 由外往內選起來 再繞到外面放開 這樣就去掉了 所以利用這種方式 如果你要多選外面的話 從裡面繞到外面 那如果你要扣掉的話 扣掉多選了 你就從外面繞進來 再把它扣掉 記得哦 這個非常重要 這邊有一個增加跟減少 再配合什麼 放大 放大一點 這樣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去背啦 或者合成做得非常 我想應該比較沒有破綻 因為你放到這麼大 像素都看得很清楚了 那其實像很多那個網路上有什麼 PS大神有沒有 比如說請你幫我把什麼什麼 PS掉 實際上它的做法就類似像這樣子 把要的或不要的選起來 然後做什麼樣的變化 那比如說把這個地方選完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是做什麼 把它複製貼上 那再做好像縮放吧 印象中好像把它再稍微縮小 百分之好像多少 七十八還是多少 有點忘記了 反正就把它縮小 移到它的左下方 就完成第二個階段 這一題102的第二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就是這個宋春 這個宋春怎麼做的 它本來提供給你一個什麼 好像這個檔 給你一個黑色的 那你要怎麼樣再做出一個什麼 做出一個白色的 其實很簡單 你就按右鍵 把這個圖稱怎麼樣 複製一下 然後名稱的話 好像它改叫宋春 一個宋春黑 一個宋春白 然後如果說你要把它改成白色的話 記得請你點選哪裡 點選上面這個宋春 這個新的這個叫宋春白 那請你在前面這個地方 記得是這個地方 按右鍵 記得是這個地方 在按錯地方的話 它不會出 按右鍵 你做什麼 選取像素 它會幫你把裡面有像素的地方 選起來 然後呢 你把它填什麼 填滿成白色的 白色的話 這邊有一個叫白色的 按確定 這個時候確定 因為它有選舉範圍 請你再利用選取裡面的取消選取 然後再利用好像 這個它有個角度吧 這邊有一個 把那個白色的應該向左跟向上 所以向左大概三下吧 一二三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用移動工具 但你這樣移也可以啦 不過這樣移不準 有沒有 你會發現太過了 你可以用鍵盤 一二三 一二三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做出來之後把它連結移過去 宋春就做完了 第三個步驟 第四個步驟的話呢 就是什麼 新年快樂 應該還有印象吧 它要做一個 40乘40 再把它翻轉 再移過來 先做一個 複製兩個 三個 四個 串在一起之後 有那個春年的感覺之後 再打上新年快樂那幾個字 這一題就做完了 OK 至於細節的話 我就不再重複了 如果你有一些細節不太了解的話 影片都講得非常清楚 不然的話 我看再講一遍 其實浪費時間啦 請各位repeat到前面的部分 應該我們到第九次上課裡面 就有詳細的解說 OK 好 那這個是第一題 再來的話呢 第二題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 再來看這個光譜壓 那這個光譜壓 那更簡單 首先的話呢 它會給我們什麼 給我們一個壓制 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這地方 它要我們做的就是 這個這個 參考結果 也是一樣開啟這些的 基本上呢 就是把它提供那個壓制 你直接按右鍵 其實我喜歡按右鍵 有一個什麼 把它建立什麼 建立那個 有一個叫圖樣的 建立圖樣之後 再填充 圖樣就可以了 因為它一個圖樣 我印象中好像是200x200 所以這張圖 剛好800x800 那再把什麼 壓著這個字 放中間 那再做那個 菱形的 這個效果出來之後的話 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完成這個 我記得好像這個 光譜壓反而更簡單 那這個光譜壓的部分 我們也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題目 我把這一題也解出 這一題 基本上 它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圖樣 200x200 再把它填充 填滿 在編輯裡面 有一個叫填滿 如果你有建立一個圖樣的話 在這個地方有個圖樣會出現 把它填進去 再放一個壓制 Ctrl T 放十倍 記得 把那個鋸齒狀的部分 把它保留 有沒有 不然的話它會幫你把它變平滑 那最後的話呢 記得 外面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靈形效果是用漸層 這個地方有漸層 那漸層這個部分怎麼做出來的 記得在這邊有一個漸層 印象中是從這邊 然後選什麼呢 幾個重點 第一個 它好像要是這個光譜 第二個的話呢 要什麼 靈形 然後呢 再把它縮小 我記得印象中好像是縮小 從 裡面 拉到外面 它就有一個一個 一個 靈形出現 再把這邊 改成什麼呢 題目裡面有講到 就是把這個 最後的那個改成什麼呢 這邊有提到 顏色的 混色 這一題就完成了 這個是104的重點 應該都有印象 如果沒印象 請各位回頭看 104的部分 OK 先複習這兩題好了 等一下再來看那個 這個後面還有三題 畫面先畫面錄一下 我用這個好主張的 好主張 好主張 拜託